夭夭汉风 浩浩中华 始于衣冠 达于博远 11月28日下午 一场以华夏友依 清风两袖为主题的汉服文化展活动在江苏延城师范学院举行 来自该校文学院的大学生们通过汉服展示 汉家礼仪讲解等活动 展示汉服风采 介绍汉家礼仪 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投书舵马季 身穿红色被子 黑色马面裙 再配以悠扬的汉朝乐曲 宝若穿越回汉朝 汉舞两袖清风拉开了整场汉服文化展的帷幕 在汉服展示过程中 同学们还对每一款式的汉服配音解说 大一学生朱军是这次汉服展模特 自从去年开始接触汉服期 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汉服 首先我非常喜欢我们汉民族的历史还有文化 参加这次活动 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自己的传统文化 让更多的人知道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有着这个世界上最最光辉 最最灿烂的文化 活动现场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汉服文化面团和汉家的传统理 同学们在对汉服的历史渊源进行介绍后 还展示了基本的汉家礼仪 其中古人衣礼的技巧 讲述古人见面拱手行礼 动作十分优美 自然流畅 沿城师范学院大二学生邹金娟是这次活动的主持者 他说学校正在举办以连结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他想到汉服和连结有着末大的关系 办汉服展得到学校大力支持 首先 汉服的中护 就是每一间汉服都有中护 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就是做人一定要正直连结 然后汉服都是两袖清风 我觉得这个寓意非常地符合连结文化这个要求 然后也向学校申请了这个节目 然后学校也非常地赞同 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